大家好,终于来一口了 兄弟们,今天还是用之中小爆炸做掉 你们都说我那套之中小爆炸的耳料成本有点高 我们今天就整个便宜的,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咱们现在来开耳料 今天咱们就单开这个PK颗粒来作为耳料 这个已经给我打粉碎了 既然它打锅效果那么好 看一下用来钓鱼效果怎么样 直接单开 一勺 两勺 大概一块钱成本,够低了吧 直接用一块钱的锅料来做掉 沾粉咱们还是需要加一点的 毕竟咱们要有粘性物化慢 高一点 搅拌均匀 加一勺的水 好了,现在就可以了 你们猜一下今天是会翻车还是空军还是爆炸 咱们现在开始装这个窝料上来 看一下它钓鱼效果怎么样 咱们拭目以待 如果成功了,那我今天就是用了一块钱的成本报复的啊 咱们现在开始抛干钓鱼 干子抛下去了啊 咱们把附近这里的垃圾收拾一下 太多了 看着就不爽了啊 前期还没有发窝 咱们先把垃圾处理了 然后再认真钓鱼 哇,哇,钓钓鱼 哇,钓钓鱼 哇,不是钓钓哦 哇,不是钓钓哦 伤线了 一整套给它毁了 勾子啥都没有了 这节线很伤了 全的是伤痕 应该是放在车那里刮到的 我以为脱钩的 结果它断线 这口浪费了 刚捡完垃圾它就来了 还是可以的 这都没中 什么情况 好猛 竿子都直接干下去了 它竟然没中 中 脱了 我都不知道什么鬼 今天都是跑鱼的 而且那些鱼都不小 都很大的 拉的手感都很满 中了 中了中了中了中一中一条了 小土鳞啊 太难了太难了 太难了 鱼虽小但也是上鱼了 这个跑不了了吧 这条跑不了 不小 换大钩了还跑吗 换了 发长大的 换了大钩子 他还想跑 肯定是刚刚钩子用小了 耐不耐心 哦 大家伙 哎终于来一口了 等它好久了 应该又是大板子了 哇 又拖了 回到这里都给它跑了 好配啊 明知道现在下雨 口就少了 又给它跑了 哎呦 应该像土 不像记忆这条 哎 这条不大 但是这条没跑 哎 跑的永远都是大的 小的永远就跑不了 撬嘴 撬嘴 小鱼 小鱼小鱼 小鱼都跑不了 不大 小鱼啊 小的永远跑不了 大的永远掉不下 一个小鲫鱼 小鱼 小鱼 中 终于来了 绝不给它跑 哇 哇 经济啊 哈哈 哈哈 大不大 大不大 帅不帅 哇 驾嘞 雨停了啊 差不多也该收了 你们就说 今天这一块钱 的窝料 算不算成功 还是翻车 给你们分析分析 前期上鱼 还是非常不错 因为前期 它没下雨的时候 上的还是不错的 鱼口还是蛮快的 就是今天 跑鱼力有点高 要是没有跑这么多的话 今天肯定也是钓了不少的 而且跑的都是大的 上来的都是小的 这就很难搞了啊 自我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块钱窝料 你们就说吧 成本又低 上鱼又好 等哪天天气好的话 钓 肯定很容易钓 只不过是今天天气问题啊 这个雨下太久了 下这么久 现在水又长起来了 雨肯定就靠边嘛 大家都知道 下大雨就得钓边 然而我是钓中间 所以没口很正常 反正就是这样 总结出来的经验 还可以 下次咱们再试一下 看一下收获啊 虽然说没有多少条 也没有我那种耳料 那种连杆效果 但是钓的这些都不差了 哇 这个板机漂亮 两个板机啊 那个是正宗的 这个是三角的 这个翘嘴给它放了 还有一点螺非 刚刚用手杆钓的 手杆就只有螺非了 这几个带走 带回水池里养着 这些是巨鱼了 还有这一袋垃圾 又搞了十几斤垃圾 全都带走 收工